嗨 我是小麦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大鹏 欧豪等主演的动作犯罪电影 铤而走险 话说男主刘小俊是个沉迷于赌博的修车工 因为赌博欠下了十万巨债被追债 无奈之下他找到了二手车店主老万 老万让刘小俊替自己倒卖黑车 并开出一万一辆的高报酬 为了钱 刘小俊决定铤而走险 在一个暴雨的夜晚 老万把车卖出去后 刘小俊正准备偷车 谁知遇到了车里一个男人夏涛 被撞破后的刘小俊直接开车走人 突然一个狠角色寸头哥徒手把门想追上他 一枪打破了车玻璃 刘小俊把车开回了二手车店里 意外发现后备箱里绑着一个小女孩琪琪 老万和刘小俊这才知道自己摊上了大事 老万生气的把刘小俊揍了一顿 刘小俊不忍心看琪琪露宿街头 决定把他送回家 他用车里夏涛已落的电话打给了琪琪妈 一听琪琪妈愿意出200万赎金赎回琪琪 他忍不住心里打起了主意 而另一边绑匪的计划被刘小俊打乱后 寸头哥找到了老万直接让老万格了屁 刘小俊联系了琪琪妈 得到了200万后把孩子送走了 正当他准备带钱离开 却看到了寸头哥追了过来 几经波折之后 寸头哥抓住了刘小俊 刘小俊找到机会打中了夏涛的腹部 而刘小俊逃回了家里后 却发现琪琪再次出现 琪琪并不想回家 他希望找到自己的爸爸 刘小俊看孩子可怜 答应了他的要求 当他带着孩子来到医院才发现 他爸爸身患绝症 两人离开医院时 寸头哥驾车在后面一路狂追 惊险地追逐后 刘小俊的车冲下了山坡 刘小俊险些丧命 琪琪也被寸头哥抓走了 为了救出琪琪 刘小俊决定单枪匹马去见寸头哥 两人见面后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 刘小俊哪是王命途寸头哥的对手 琪琪看刘小俊受伤 跑过来拉扯 刘小俊拼尽全力保护他 电影中底层小人物刘小俊 也从迷茫迷失中找到了善良的自我 大鹏也一改喜剧风格 让我眼前一亮 就连小鲜肉欧豪也颠覆了形象 挑战一个冷面王民图的角色 剧情一波三折 也是非常的精彩刺激 看完后让我感受到了犯罪偏下的温情 人性本善 真情总能打败恐惧和恶势力 让我们感受到温暖 电影正在热议中 想看的小伙伴们 我们在电影院不见不散